台南傳統市場賣魚攤商 忙著招呼客人 但一轉身看見監視器畫面 這位大姐怪怪喔 一度以為自己看錯 老闆瞬間靠近監視器 要看清楚一點 眼睛瞪很大 還皺著眉頭 全程看著大姐 手上拿著要買的魚 再拿起一片鮭魚 往外套內側塞 結果尷尬了 外套裡的魚沒夾好 瞬間釣到地上 大姐自己哈哈笑兩聲 當沒事帶過去 但整個過程 全被老闆看在眼底 看在大姐沒有偷魚成功 又有付錢買魚 只好當作不知情 拿兩塊 要再洗一塊 要給我飯就掉下來了 我覺得很好吃 但不時都會偷牌菜 像你說偷牌魚的 當地其他的攤商說 賣魚的這一攤 只有週六來擺攤 大姐以為偷魚沒人發現 結果全程被監視器拍下 魚從外套掉落瞬間 周邊空氣突然安靜 九六關章 談談報道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強烈 15 條 կ